我们是3月24号播种的番茄 3月28号我上传的视频 今天呢是5月5号 经过了一个月的生长 35天的生长 但是呢它已经有花苞了 你看它非常快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当然说明呢 我们新疆非常适合种植番茄 你看它多健康 你看它多粗壮 你看它现在番茄长了很多小的侧芽 这种侧芽呢 我们先不要急着疏除 很多人看见番茄有早菜 就想让它把它掰掉 这些太小了 我们可以留着它 现在呢正是番茄的阴阳生长期 长叶子长根细 在营阳生长期呢 番茄的茎叶根细呢 生长非常快 在种子发芽的时候呢 它所需要的养分呢 是由种子的配入提供 长苗后呢 根细的生长呢 则需要叶片来提供养分 而叶片呢 进干的生长呢 则需要根细的养分 它们两个根和叶的关系是互补的 转入生殖生长阶段就是结果 它的养分,蜘蛛的养分就会供应果实 根系的养分就会存留较少 这时候根就会停止生长或者生长非常缓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保留这种侧牙 它也是会光合作用的 它也会制造养分 它制造养分也会供应个根系 你看像这颗就可以修剪侧牙了 它的侧牙已经超过10厘米了 让它转换为生殖生长,就是结果子 种植任何作物呢,我们都不要急 无论是番茄呢,甜瓜呢,或者是其他的蔬菜类 现在呢已经下雨了 我觉得我也可以下班了,拜